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近期 中东局势因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 在伊朗遇袭身亡而再度升温 哈马斯声称 哈尼亚在德黑兰住所遭到以色列袭击致死 但以色列尚未证实此消息 此事引发了伊朗、巴勒斯坦、土耳其等多国的强烈谴责 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对此事他无可奉告 但强调美国将支持以色列 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 北京方面也表态谴责暗杀行为 呼吁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这一事件的影响深远 未来的局势发展需要各方冷静应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的遇袭身亡消息 在中东引起了轰动 震动了整个地区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哈马斯声称 以色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动袭击 导致哈尼亚死亡 尽管以色列尚未证实此事 伊朗迅速谴责 并声称哈尼亚的血将导致以色列的灭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阿巴斯也对此事件表示强烈谴责 称这是诺夫行为 并警告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态发展 就在海尼亚遇袭前不久 以色列发动了另一场空袭 目标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处郊区 以色列宣称 这次袭击导致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舒克身亡 虽然真主党尚未确认舒克的死亡 但以色列称 他要对上周火箭弹袭击戈兰高地导致12名少年儿童死亡负责 这一系列事件让中东局势更加紧张 真主党和哈马斯一直是盟友 两者都得到伊朗的支持 自从哈马斯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后 真主党不断对以色列北部目标进行打击 在这种背景下 真主党表示 哈尼亚之死将使各个战场的武装斗士更加团结 并会加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意志 土耳其也对哈尼亚的遇袭身亡 表示强烈谴责 指责以色列试图挑起地区战争 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称 哈尼亚是被卑鄙的袭击杀害的 并指责以色列的目标是将加沙战争扩大到整个地区 土耳其的反应进一步表明哈尼亚之死 在国际上引起的巨大反响 哈尼亚的遇袭身亡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深远 德国之声报道 哈尼亚是哈马斯的高级领导人 自2017年起担任哈马斯政治局主席 被认为是哈马斯的更广泛领导人 而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则是希马 哈尼亚的死亡可能使卡塔尔 埃及和美国的停火谈判越来越困难 中国外交部也对此事件表示谴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中方高度关注有关事件 坚决反对并谴责暗杀行为 对这一事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 进一步动荡深感忧虑 他强调 中方主张通过谈判对话解决地区争端 尽快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 避免冲突对抗进一步升级 中国在中东冲突中持中立立场 致力于结束战争 然而 对于哈马斯去年10月7日 在以色列的恐怖袭击 北京并未做出明确谴责 这种微妙的立场使得中国在中东复杂局势中 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就在上周 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聚集 包括哈马斯 签署了一份加强巴勒斯坦统一的约定 目标是建立临时民族和解政府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和以色列时报 报道了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坦对哈尼亚遇袭事件的回应 当被问及以色列是否参与了暗杀行动 以及美国是否事先得到了通知时 奥斯坦表示 关于这一点 我没有任何消息可以提供给你 他在菲律宾访问期间表示 美国将协助保卫以色列 尽力缓解哈尼亚在伊朗被暗杀后 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奥斯坦强调 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他的表态试图缓解紧张局势 但哈尼亚之死仍然在中东地区 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和抗议 许多哈马斯支持者走上街头 谴责以色列的行动 并誓言要为哈尼亚报仇 同时 伊朗政府也强烈谴责这一袭击事件 称其为对伊朗主权的严重侵犯 哈尼亚的死亡 无疑掀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 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 其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行动 备受关注 尽管奥斯汀没有直接回答 是否事先知情的问题 但他明确表达了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和对中东和平的期望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 各方的反应和行动 都将对未来的局势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 哈尼亚在德黑兰的遇袭身亡 被哈马斯称为一次严重升级 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 哈尼亚的死不会改变他们的立场 并誓言继续抗争 哈尼亚的死亡发生在哈马斯 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 这次袭击造成了1200人死亡 250多人被劫持为人质 以色列誓言要报复哈马斯的领导人 哈尼亚于2019年离开加沙地带 流亡卡塔尔 并在今年4月 以色列对加沙的一次空袭中 失去了三个儿子和四个孙子 哈尼亚当时在接受 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这些杀戮不会迫使哈马斯在与以色列的停火谈判中软化立场 目前 美国政府正在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至少一项暂时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 伯恩斯和白宫中东和北非事务协调员布雷特 麦格克正在该地区与美国合作伙伴进行会谈 哈尼亚的死亡无疑为这些停火谈判增加了难度 哈尼亚自2017年起担任哈马斯最高领导人 流亡卡塔尔使他能够不受加沙地带旅行限制 在土耳其和卡塔尔之间往返 参与停火谈判或与哈马斯盟友伊朗进行谈判 哈尼亚的死将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还有待观察 无论如何 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给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了新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 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 在德黑兰遇袭身亡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中东地区 这让人联想到一部紧张刺激的间谍电影 情节跌宕起伏 然而这次事件并不是虚构 而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眼前 哈马斯声称这是以色列干的 但以色列却保持沉默 伊朗则怒火中烧 放话要让以色列灭亡 看来各国政坛的大佬们又有的忙了 这事还没完 还有更多剧情等着我们 你打我一下 我反计一下 在哈尼亚遇袭身亡的消息传出前 以色列还对黎巴嫩的贝鲁特进行了空袭 目标是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 傅阿德·舒克尔 以色列表示 舒克尔对上周戈兰高地的火箭弹 袭击负责 这真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双方你来我往 互不相让 真主党与哈马斯结盟 这样的动作无疑会让局势更加紧张 哈尼亚之死可能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 就像引爆了一颗巨大的火药桶 各国反应 土耳其也热闹起来了 对以色列进行了强烈谴责 土耳其外交部指责以色列试图挑起一场地区战争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一场政治版的权力的游戏 此外 中国也表态谴责这次暗杀行为 表示对此事可能导致的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 深感忧虑 看来 这次事件不仅仅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事 已经波及到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 每个国家都在玩自己的牌 试图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 美国的态度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菲律宾访问期间表示 如果以色列受到攻击 美国将协助保卫以色列 这话听起来像是大哥在给小弟撑腰 明显站队以色列 然而 奥斯汀没有回答关于美国是否事先知情的问题 这样的模糊态度让人浮想连篇 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总是让人捉摸不透 一边强调和平与稳定 一边又坚定支持以色列 看来美国的外交手段仍在左右逢源 哈尼亚的影响 哈尼亚之死无疑会在中东地区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哈马斯和真主党早已誓言报仇 这无疑会让局势更加复杂 哈尼亚是哈马斯的高级领导人 他的死可能会加剧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也可能引发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对抗升级 这就像是一场大骗 每一个动作都会牵动整个地区的神经 让人不由地平住呼吸 等待下一幕的上演 国际社会的未来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 各方的反应和行动都将对未来的局势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 各国外交手段的交错运用 可能会让局势更加难以预料 尽管有些国家在努力缓和紧张局势 但哈尼亚之死无疑是中东地区的一颗重邦炸弹 未来的局势如何发展 仍需各方冷静应对 共同努力 才能避免更大范围的战争和冲突 这场巨大的政治秀还在继续上演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哈马斯称其政治领导人哈尼亚遇袭身亡 北京谴责 极端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 伊斯梅尔·哈尼亚·埃斯马尔·浩尼埃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住所遇袭身亡的消息 在中东地区引起了巨大震荡 哈马斯声称 这是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导致的结果 尽管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予以证实 伊朗外交部对此事件做出了强烈谴责 认为哈尼亚的死将导致以色列的灭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也谴责这一事件 称这是诺夫行为 并表示这是一个 危险的事态发展 相关背景与冲突升级 就在哈尼亚遇袭身亡的消息 传出这前数小时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处郊区 发动了空袭 据以色列军方称 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的 一名高级指挥官 傅阿德·舒克尔在袭击中死亡 尽管真主党尚未证实这一消息 以色列声称 舒克尔负责上周末戈兰高地遭火箭弹袭击事件 该事件造成12名少年儿童的死亡 哈马斯和真主党均得到伊朗的支持 自去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来 真主党一直对哈马斯予以声援 并袭击以色列北部的目标 真主党表示 只有在加沙停火 他们才会停止袭击 哈尼亚之死被真主党认为 将带来更多的反抗行动 并进一步加强各个战场武装斗士的团结 国际反应与谴责 土耳其对哈尼亚遇袭身亡 做出了强烈谴责 指责以色列试图掀起一场地区战争 土耳其外交部声明称 哈马斯的海外领导人是被 卑鄙的袭击杀害的 指责以色列的目标是将加沙战争扩大到整个地区 北京的立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高度关注此事 坚决反对并谴责暗杀行为 对这一事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 深感忧虑 他表示 中方主张通过谈判 对话解决地区争端 加沙英尽快实现全面永久停火 避免冲突对抗进一步升级 虽然中国在中东冲突中持中立立场 但对于哈马斯过去的恐怖袭击 北京并未做出明确谴责 历史背景于哈尼亚的领导地位 哈尼亚自2017年担任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后 成为该组织的最高决策者 他被认为是哈马斯的更广泛领导人 而叶海亚、辛瓦尔、亚耀辛沃 则是加沙地带的领导人 哈马斯称 今年4月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中 哈尼亚的三个儿子和四个孙辈被打死 哈尼亚是加沙战争爆发10个月以来 被杀死的最高级别的哈马斯领导人 他的死亡可能让卡塔尔、埃及 和美国斡旋的停火间接谈判更加困难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对哈尼亚的袭击将进一步加强 巴勒斯坦反抗阵线与伊朗的关系 国际外交努力与未来展望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在被问及美国是否知情时表示 关于这一点 我没有任何消息可以提供给你 他强调 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并表示 如果以色列受到攻击 美国将协助保卫以色列 同时努力缓解区域紧张局势 尽管国际社会在试图通过外交手段 缓和紧张局势 但哈尼亚之死 无疑会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关系 哈马斯和其支持者誓言 要为哈尼亚报仇 进一步增加了地区不稳定因素 总之 哈尼亚之死将使中东局势更加复杂化 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各方冷静应对 和共同行动 避免更大范围的战争冲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尼亚被暗杀 不得不说 以色列这次真是胆大包天啊 你知道哈尼亚可不是一般的政治领导人 他可是哈马斯的灵魂人物 这就好比三国时期 吕布被曹操偷袭了 整个中东都要炸锅了 以色列这是在玩火 难道他们真以为 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实现和平 搞笑 楚天书 你这可真是个大笑话 哈尼亚被杀 整个中东地区可能会更稳定些 你知道这个人多么狡猾吗 他在卡塔尔过着奢华生活 自己的人民还在受苦 难道你没听过 秦贼先秦王吗 以色列这次行动可能会让哈马斯内部大乱 反而有利于和平进程 再说以色列也是被逼无奈啊 去年十月的恐怖袭击你记得不 一千二百人他们可不想再来一次 哦 奇奇别搞笑了 你说的好像杀了哈尼亚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似的 哈马斯可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不是靠暗杀能解决的 你知道美国当年针对本拉登的行动 好 拉登死了 基地组织解散了吗 没有 反而还生出了更多的恐怖组织 以色列这次行动只是激起更多仇恨 未来的局势只会更复杂 再说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都说了 他们对这事儿没啥具体消息 你咋就这么肯定以色列行动妥当呢 哇哦 楚天书 你真是个历史爱好者呢 不过咱们得面对现实啊 哈尼亚一死 哈马斯内部肯定会有权力斗争 削弱他们的行动力 还有啊 历史上暗杀成功的例子有的是 比如说古罗马的凯撒被刺杀后 罗马帝国照样存在 反而肃清了不少敌对势力 你说的拉登例子 拜托 那是因为美国没有同时解决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问题 这次中东局势不同 如今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 再慢慢和解 这就是希望啊 所以哈尼亚被杀 可能真会带来好转呢 好吧 琪琪 你这么一说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穿越来的罗马人了 不管怎么说 哈尼亚之死引发的仇恨是实实在在的 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反应你也看到了 他们是铁了心要报复 你还记得土耳其的反应吗 他们都说这是在挑起地区战争 再者 北京都谴责了这次暗杀 能让中方都看不过去的事 你说能有啥好结果 哈尼亚之死只会让各方更加对立 加剧冲突 和平之路还长着呢 楚天书真是佩服你的国际事业呀 不过咱们说点实际的 哈尼亚和真主党都是伊朗的铁杆 这是公开的秘密 他死了 伊朗和哈马斯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的会波动 可能会削弱他们的联盟 至于土耳其 你也知道 他们总是喜欢在中东事务中发表意见 但影响力有限 而北京的谴责 嗯 说实话他们更喜欢保持中立 谴责几句算是例行公事 讲真 哈尼亚之死可能真的会给和平进程带来转机 虽然前路漫漫 但总有一线曙光吗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 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他们的声音在里面 中文字幕并非自然 数字幕并非自然